脏毛的每年正常呢 换毛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气候的变化 因此呢 换毛的时间一般出现在这个春秋季节 就是3到5月份和9到11月份这个期间 脏毛换毛呢 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换完的 整个换毛的时间呢 可能需要几个星期 甚至是一到两个月 这段时间呢 一定要好好地护理脏毛 每天呢 请一余为脏毛疏毛 饮食方面呢 应该以清淡为主 应该特别注意 比通维生素的蛋白质 还有跟矿物整容量 视频小节 脏毛每年正常的换毛 主要是为了试验气候的变化 因此 换毛的时间一般出现在春秋季节 就是3到5月份和9到11月份这个期间 脏毛换毛这段时间 一定要好好地护理他 秦淑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